第八十四集 殷长哥的谋中豁然闪出了惊喜 既然他所用的不是剑 也就未必是本门武学 行恶自有捕头差矣 本门不便善于 金须真人转过身 面旁端宁 三缕长须无风自动 你下山一趟 替我将这句话带给威宁侯 殷长哥的心意豁然开朗 立刻道 请遵师父之意 金须真人加了一句 此事必会让威宁侯有所芥笛 你提醒清儿 在金陵万事留心 不可有半步踏错 一切豪自为之 殷长哥应了一声 情绪却低落了下来 金须真人瞧在眼里 淡淡地叹息了一声 唉 清儿温良勤勉 心性却少了魔力 小事尚可 风大事已扶摇不绝 迷失本心 是为师不该爱护太甚 让他过于顺遂 如今在红尘中 立一番事实也好 殷长哥嘴唇动了一下 不知能说什么 他似乎已经选好了另一条路 弃剑从俗 嫁入豪门 做一个贤淑荣华的命妇 金须真人不再多提大弟子 转为思虑其他 有些事本不该让徒弟知晓 但此去金灵 面对那位殷至的伯侯 又不能不防 江湖传言狼牙郡主被解 威宁侯百般言机 甚至施压于本门 原因我也能猜出几分 这一切 大概与你苏玄师叔有关 殷长哥遗政 师叔 曾得罪过伯侯 金须真人的声音 似天都云顶的雾 淡而远 十年前各大派骑上天都 正是伯侯暗中挑动 他与苏玄 本是结义兄弟 走出了幽暗的正殿 天光白的有些刺目 殷长哥穿过了长桥 行过了演舞场 年轻的师弟师妹 正在宁神练习剑招 清洁如灵鹤翻飞 他的脑中还回荡着刚才霍兮的一切 忽然想起风赏圣仪之后 听闻他提到结义 威宁侯师太的吏翅 一对亲密无间的结义兄弟 因恋上了同一个女子反目成仇 甚至在一方封魔后 依然不肯放过 暗中策动 将之置于死地 这该是怎样的一种深仇大恨 事隔多年 这肃恨似乎又落在了苏云落的身上 作经辞那一句隐晦的暗示 他一直在想 能在他背上留下剑痕的人 究竟是不是他所想的那个人 如果那个人还活着的话 他仰起头 看着着目的骄阳 握剑的手紧了又松 松了又紧 远远地回望了一眼正殿 模糊而沉重的怀疑 被他压在心底 像一块沉垫垫的石头 不曾对任何人言说 包括他最尊敬的师尊 如果 如果是真的 那他这些年究竟做了什么 飞贼成了一滴融入江河的水 浑然不见踪迹 大张旗鼓的追击失去了目标 持续良久 终于滴落了下来 玄武湖别叶附近监看的人也少了 一日午后 一封特殊的信被人递来 同时还有一个黑油油的鲸铁匣子 白墨看了一眼信封的记号就接了过来 将匣子抱入了书房 公子 苏姑娘送来的 信中仅有一张駁尖 没有抬头落款 寥寥几个字显然是仓促而就 左倾词一眼扫过 名堂有信 树叶结贵 此乡请君擅藏 勿失勿望 信尖在竹上一聊 轻飘飘地引着了火 左倾词将残尖甩入鼻息 精致的唇线盛出了三分冷淡 威宁猴仍在 八方击捕未平 他竟然弃了服藏 前去追索赤眼鸣腾 那些要向无边诱惑的耳 足以让他忘却威胁 蠢头蠢脑地扑过去 细细地思索了一阵 左倾词道也不慎担心 经云梦一事 威宁猴有所忌惮 不知再轻易地派出狼位 就算是射线也不会远离金岭 而肩上写明须数月之久 必是位置甚远 至于这箱子 他打亮了半赏 指尖轻触箱体 尘后的金铁隐隐地透出寒意 顿时心头一动 带撕去了封印起开 果然不出所料 箱子小而厚重 显然是特别定制 已经快制满了 其中有玉瓶 也有锦带玉盒 他逐一翻看 有些着实太过稀罕 即使是在方外谷的医书 也仅记载了形状 颇是开了一番眼界 只见一枚异形果实 外形似褶色的鱼鳞密封 最顶端是鲜明的碧色 应当是传说中的碧心蓝 另一枚通体发灰 散着奇异香气的快精 应该是幽陀身 藏在一个圆渡玉瓶中的 是地脉所宁的佛寇拳 寻常一滴以极为难得 他居然得了近乎一瓶 那块分量极轻的软黄胶 必是封锁竹黄 而长锦一纸通体如玉的藤状物 大约是汗精结 加上贺伟白与西兰星夜 这一箱子 正是他耗尽了心血 用性命驳回来的灵药 白墨看得眼发直 难难道 这些东西 他居然肯拖过来 当真是信重公子 左倾慈闪了一下眸 无表情地合上了侠盖 他会将这个送来 大概是前一阵风声太紧 藏匿处近被堪破 他即将远去寻耀 别无可靠之人相托 至于信重 左倾慈淡讽地笑了笑 再是信重 也远不如一个疯子 明月夜 卓人的骄阳直投下来 晒得几乎火辣辣的痛 长剑远远地落在地上 反射出的白光异常刺目 这一次门中叫忌 有多位长老在场平易 也让同辈师兄师姐稍有顾忌 仅仅是击飞了他手中的剑 对手已经利落得离场 他低着头慢慢拾起剑 耳机的议论又开始涌入 天字不佳 学了三年 依然不成器 不堪造就 几件一晚 又心智愚钝 难有大成啊 此人的议论 一句句落在心上 他听得麻木 却无法不去想 昨日才回来的师父 是何种神色 在高高地看台上 见自己的徒弟这样无能 会不会觉得耻辱 忽然 一片衣袖替他遮住了阳光 抬起头 他看见世上最亲近的脸 比平时一般平和随性 比完了就好 师父今天弄了只羊 回去烤给你吃 他的心头忽然就酸了 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跟着师父转身而去 将炼剑场抛在后方 也明年长者从高台追下来 苏萱 苏萱 此女毕竟是胡人血脉 根本不惧习剑的资质 将来只会辱莫市长 不如另收良才 我那里有几个根骨不错 多谢长老好意 我懒散无状 有一个徒弟 已是无人子弟了 哪还敢再收起他呀 他身判的人说得很随意 运着不羁的洒落 他学见不经 自然是我这师父之过 何况 就算不成器 又如何 有我在 必会让他一生 不弱于他人 最后一句 还在耳机回荡 苏萱 沉落睁开了眼 摘小的木船 随着海拨摇晃起伏 他取下负面的布巾 满天的云霞映入眼帘 深蓝的大海 无边无际 衣裳拧着干涸的严厉 春蛇干燥如火灼 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李懿 取出一个层层包裹的水晶霞 里面一只赤红如珊瑚的短疼 满步奇异的黑色斑纹 一切伤痛都被遗忘 他摸缩了许久 才小心翼翼放回怀里 转为处理颓计的伤 不怕浸透了渗处的伤叶 他揭开看看又复了回去 嘴角不自觉地翘起来 左倾辞给了许多灵效的伤药 小腿退去了黑子 不负撕心裂肺的痛楚 赤叶明藤在东海的蓬莱阁 那是一座孤岛 最大的难处是入岛与离岛 他已经成功了大半 只需划着海岸 安全地踏上陆地 茫茫大海上 辨别方向并不容易 好在他有一个出色的助手 挥损双翼一盏 长力一盛 从高远的天穷划过 他拾起脚 在暮色沉沉的大海上划开 朝着飞鸟指引的方向驶去 满天的星光 鸣鸣朔朔 一如他心头 意不尽的欢喜 要已经齐了 他所牵挂的人 会再度醒来 只见君临天下 那枚最灿亮的陈星 将重新回到苍穹 侍逢皇后寿臣 宫中设下盛宴 以内庭欢庆 同时邀了数百皇亲贵气 众臣亲眷 满宫锦绣铺陈 云长并影 声歌振振 更在御花园内 设了永诗台 华灯阁 兼有投壶猜眉等游乐 处处欢笑人生 做清此本不爱这种场合 但这一次 也恰逢情意生辰 他避过盛宴 到游园时分才入宫 一席简雅的玉色锦衣 引来无数疏远流连注目